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日前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叫嚣台湾已经所谓独立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邓爽在1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今天则警告民进党当局领导人 不要自我膨胀 误判形势 把台湾带向危险的境地 中国国民党败选检讨报告15号正式出炉 列举七大败选原因 党内青壮派则呼吁世代交替 跳开老一辈政治人物恩怨纠葛的泥闹 另一方面 民进党虽然在2020大选中胜出 但同样面临内部的接班和交棒问题 民进党的接班梯队是否即将形成 国民党的改革是否能够大破大力 台湾时事评论员赖翔卫 陈凤钦有独家观察 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在莫斯科向俄议会上下两院发表国情咨文 重点阐释内政外交热点问题 并提议通过修改宪法扩大议会权力 俄总理梅德维杰夫随后宣布他领导的政府辞职以配合修宪 这一变动将对俄罗斯政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时事评论员杨七宇为您带来深度解析 海峡性感线 两看世界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性感线 我是陈凯南 选好算 入贵符 全国连锁 信任之选 本栏目由六贵符珠宝居民播出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金砖会晤用酒 扶毛叫酒赞助播出 我们来关注新闻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日前在接受 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叫嚣 台湾已经所谓独立 台湾和中国是两个国家 对于这一言论 外交部 国台办分别作出回应 针对蔡英文日前接受英国BBC访问 涉及两岸关系的谈话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1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 1月16号表示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妄图挑战这铁一般的事实 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落得身败名裂 马小光称 我们警告民进党当局领导人 不要自我膨胀 误判形势 进一步制造台海紧张动荡 把台湾带向危险的境地 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坚如磐石 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新闻 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15号下午在中常会请辞 同一天 国民党败选检讨报告正式出炉 选战策略选择失误 两岸论述未能掌握话语权 党内矛盾不团结导致支持者失望等七大因素 在党内引发诸多的解读 而吴敦义的下台也没有能够掩盖 党内不断掀起的改革声浪 国民党文传会前主委李明贤等人呼吁世代交替 主张由江启臣 蒋万安等终生代明代接棒党主席 15号 国民党中央党部向中常会提交败选检讨报告 列出七大原因 包括高雄市长胜选模式无法复制 选战策略 选择失误 党内矛盾不团结 辅选力道仍待加强 和不分居民代名单未能符合外界期待 在谈到本党不受青年选民青睐时 败选报告称 现代青年人关心各类社会议题 但国民党对社会议题的许多主张 不是站在青年的对立面 就是被视为保守迂腐 导致现阶段本党并非青年认同政党的首选 更难以拓展青年族群经营的广度与深度 还有一大原因是 遏制网军带领风向 候选人品牌形象饱受挑战 难以争取中间选民认同 报告称 外界及竞争对手指责韩国瑜 就任高雄市长不到半年 就宣布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无法米平落跑市长的争议 诚信备受质疑 失言 违规农舍和豪宅案等考验 其庶民形象也受波及 加上有心人不断黑寒和抹红 制造草包的既定印象 严重影响选情 在这份报告中 最受关注的是 国民党对于两岸论述的检讨 根据台湾媒体15号的报道称 败选报告在这方面谈了两点 即讨厌民进党 忠不敌民进党 推的所谓亡国感 以及两岸论述未能掌握话语权 无法因应当下变局 看到很多支持民众他们哭了 他们非常焦虑 焦虑的原因就在于 他们的想法 为什么国民党都听不到 大家都可以尽量地来发表 对党务改革相关的意见 吴敦义正式下台 国民党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 不论是两岸论述 还是最基本的柴米油盐问题 都令国民党党主席一职 俨然成为了一枚烫手山芋 目前已表态参加党主席补选的 仅有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忠 台北县前县长周西伟仍在考虑之中 热门人选 如朱立伦 江启臣 连胜文 谢龙介等人都没有做出明确响应 国民党中央委员连胜文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 要确保党未来能持续进步 真正引领社会连结新世代 正确方式应采取集体领导 集合众人智能 互相合作 其他党内终生蛋也掀起声讨浪潮 要求革新国民党内论资排辈的长老文化 不管谁跟我讲 我自己决定 今天我们既然国民党要叫联系人 要遇火重生的话 就是以身作则 我对我自己 我超过60岁 我今天就是要死 我觉得要让联系人做 表示什么 表示国民党被离民意太久 就是要推翻大老政治 所谓的长老政治 其实离我们民众太远了 国民党文传会前主委李明贤认为 国民党未来四年的主要战斗力 都在台立法机构 建议推选新任党主席时 可大破大力 交由终生代民代江启臣蒋万安接棒 跳开老一辈政治人物的恩怨纠葛尼闹 就相关话题 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东南卫视台北影博士 柯主 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贺南 本栏目由好事特约赞助播出 好事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国民党15号针对2020选举败选 提出了检讨报告 列出了七大原因 大教授您认为 这七大原因 把国民党的败选原因都说清楚了吗 国民党这一次 在整个选战从头到尾 很多地方都出状况 那最后 也不能说要大败 因为不管从韩国瑜的得票 还是从国民党立法委员的得票 其实还是有增长的 但是输毕竟就是输了 那输的原因 你要归纳 可以找出一堆 可是呢 归根究底 其实选民希望看到的是 当国民党 在开票的时候 已经输的那个时候 就要看到国民党的高层 很勇敢的承担起所有的责任 就一句话 都是我的错 我辞职道歉 那这样子 大家就看到国民党的担当 那当然最后 吴敦毅主席他也辞职了 可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动作 做了就不是那么的漂亮 那甚至于呢 你去提 说什么国民党败选七大原因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 国民党没有真正感受到 民众要什么 国民党应该要想的是 怎么样了解民众要什么 然后用他们所熟悉的话语 跟他沟通 包括国民党败选之后 提出什么七大检讨 年轻的没有人要听你怎么检讨 所以我说 国民党到目前为止 连主席辞职的动作 或者所谓的提出检讨七大败选原因的报告 这些动作都还不接地气 所以国民党接下来 包括三月要选出新的主席 2022年地方选举要来了 我觉得国民党真的要选出对的人 了解民众脉动的人 那这样的话 才能够把真的好的政策 不管是九二共识或其他政策 让一般民众听得懂 而不要用好像学术论述 我自己是学者 好像做学术文章的这样的方式 要硬塞给这些年轻的选民 年轻的选民没有耐性听你讲这么多 国民党内掀起了改革声浪 现在党籍台北市议员 前国民党文传会的主委 李明贤就认为说 国民党至少未来四年的主要战斗力 都在台立法机构 建议新任党主席要大破大力 交由国民党的终生代来接棒 比如说是像江启臣还有蒋万安 这些终生代要跳开老一辈政治人物的 恩怨纠葛尼闹 凤卿您认为有道理吗 如果国民党在这一次的选举 小福的胜选了 结果会是什么 结果就是吴敦义一定还在位置上 而中场会会觉得他们做对了所有的事情 所以过去做错的事情 他们就通通都不承认了 觉得说都是批评人的错 而并不是我们做错了 我觉得选民给国民党一个当头棒喝 这个当头棒喝就是告诉国民党 所有不接地气的人滚吧 你们通通都离开吧 对国民党来讲 现在最惨烈的一件事情是 你放眼望过去 那么整个在50岁以下的国民党 能够扛得起重担的人 能够挑得起重担的人 几乎找不到几个人 所以国民党如果继续的 用一个小赢然后改革一点点 小赢改革一点点 坦白说国民党不会有前途 国民党现在当然就是要大破大力 没有大破哪来的大力 中生代接棒其实只是一个 我们希望从人的角度 让他一心耳目 可是他不是只有人 他其实必须要包括了 他的战略目标 他的战术能力 还有个别政治人物的战绩的训练 都必须要全部重新来过 国民党需要的是 但是在战略上面的中心思想 他必须要有一番很严肃的辩论 辩论不是要辩论出你输我赢 不辩论的目的是希望把这里面 所有的空缺经由辩论 彼此之间讨论清楚 你也懂我也懂 你清楚我也清楚 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 我们的中心思想可以出去好好的打仗 有中心思想才有号召能力 这是在战略的部分 在战术的部分 我必须要说 国民党虽然检讨说网军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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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的沟通平台 本来就在网路上 网路沟通这件事情 现在国民党当家的人 没有一个人会 他们不懂 以为那不过就是奇因技巧 我只要学会这些技巧就好 这技巧是小事 No 这当然是大事 因为那是确定了你如何在战术上面 你去选择对的对象 去跟对的人去做对的沟通 所以这是在战术上面 而在战绩上面 每一个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就必须要重新回到那个打仗的时代 而不是说我一切都听党中央的 一切都听党中央的结果就是 哎呀 党中央你这样不对 哎 党中央你那样不对 我一切炮轰党中央 炮轰完了之后呢 自己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所以我说战略 战术 战计 他每一件事情都要改 这个时候的国民党大败 当然他可能大好也可能大坏 大好就是从我乐观派的角度来讲 他从战略 战术 战计 全面性的更新 那国民党才能够进入3.0 对不起 他进入2.0都已经来不及 他才能进入3.0 但他也可能大坏 他继续走那条老路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国民党就很可能走入历史 那在台湾自然就会有一个取代国民党的 然后相对整个要求两岸和平的 两岸必须要共同交流 共荣的这样子的一个政党出现 我不知道国民党会大好还是大坏 我希望他大好 因为他终究拥有了这么多的人才 我希望这些人才很清楚的思考清楚 大破之后的大力的路在哪里 他们自己要想清楚 台湾资深媒体人善后之就表示说 韩国瑜一连串的失言以及负面的形象 也应该一起被检讨 甚至还称这个国民党的所谓新生代 对韩国瑜的问题 可以说是完全视而不见 这不叫改革 赖教授怎么看 我们看这一次的选举 虽然韩国瑜的得票比起上一阵诸历很高 但是韩国瑜这一路走来 该检讨的地方真的很多 动不动就夜席 然后后来唱我现在要出征 我周遭的学生吃饭的时候 只要看到电视上出现韩国瑜广告 我现在要出征立刻转台 那这个事情难道没有人跟韩国瑜讲吗 我相信有 包括韩国瑜在败选当天 本来要开国际记者会 后来没有开 那当然也有人批评他 那他也说 那这个幕僚都没吃饭 要不要开国际记者会 这个是小事 但是怎么会连这个小事 都引出这么多的风波 整个韩国瑜阵营的运作 在太多地方太大意了 那为什么最近这一波检讨 很多人没有特别去检讨韩国瑜 因为很简单 现在有不少在检讨 国民党党中央这些人 他的目的不是真的要检讨 国民党以及韩国瑜 为什么败选 他的目的是夺权 那因为国民党党中央的权力 跟韩国瑜没关系 所以他们炮火 就对准了国民党党中央 先夺权再说 有人在检讨是不是提名错误啊 其实国民党整个的错 就是不接地气 包括吴敦毅主席 吴主席过去虽然年纪大 但是呢思路很清楚 可是在过去这半年一年 吴主席很少跟外界互动 我们都很好奇吴主席为什么 他以前口才很好的啊 那为什么过去这半年一年 没有跟外界互动 那韩国瑜虽然在选举的时候 不停地讲话 可是也常常讲错话 选举不是那种很率性的事 选举它是一个很精密的计算 但是我们从国民党这次败选 可以看出来 包括国民党党中央 包括韩国瑜阵营 很多事情都没有很精密的计算 所以这整个都可以检讨 那你说为什么有人 只检讨吴敦毅主席 不检讨韩国瑜市长 因为他们的用意 不是真的在检讨 他们其实夺权的意味 可能比较大 即使这个夺权在我看来 也不会成功了 因为那个很多动作 也非常不成熟 好 关于国民党的败选原因的话题 我们先聊到这里 我们再来关注 蔡英文虽然在2020大选中胜出了 但是眼下民进党内部 同样面临着接班和交棒的问题 民进党15号举行选后 首次中场会 会中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 副秘书长林飞帆 双双宣布请辞 并表示将协助党主席卓仲泰完成善后工作 15号 蔡英文和赖清德两人一同现身民进党中央 在中场会上对党工及中常委表达感谢 蔡英文在会中表示 在2020选举中 他虽然得到817万票的支持 但台湾民众投票有很多原因 台湾中国时报翻文告诫蔡英文 民进党在2020选举中 仅获得481万的政党票 得票率在短短4年 就从44%下滑至33.9% 不分区民代喜事也有所下滑 这是台湾民众对民进党施政无能的警讯 就民进党本身 政党本身来讲 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承认要再努力 但罗文嘉却在15号的民进党中常会上表示 自己在中央党部工作已满一年 目前完成了阶段性的目标 前两天他与副秘书长林飞帆 已向党主席卓荣泰口头请辞 在配合卓荣泰完成善后工作之后 就会离开民进党中央 另一方面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日前在提出行政团队总辞后 却被蔡英文未留 只是行政团队人马原班不动 蓝营民代提出质疑 直接点名台行政团队经济官员通通不及格 还有明代加码点名台选务机关台通讯传播委员会 跟所谓促转会都向民进党的赋随组织 这些部门主管应该换人 随时都是机动灵活团队合作接地去 所以政策人士都是随时检讨因因 苏贞昌宣称会与时俱进地进行人事变动 有台媒分析 这或许是为行政团队的调整预留伏笔 日前还有消息传出 在蔡英文开启第二任期后 苏贞昌就要交出台行政机构负责人的位子 届时民进党主席卓荣泰 或是台立法机构负责人苏嘉全可能接棒 甚至蔡英文的选战操盘手林希耀 也被列入口袋名单 遇到敏感问题 苏贞昌不愿多做回应 有台媒称 苏贞昌或许是因为听到 自己可能只是临时救火才被喂留 从而心情复杂 我们也看到相较于国民党中常会上的低气压 民进党在同一时间召开的中常会 气氛就相对轻松多了 那么在会中 民进党的秘书长罗文嘉和副秘书长林飞帆就表示说 因为任务告一段落 所以他们就要配合党主席卓荣泰 做完善后工作之后就会离开民进党中央 凤鲜您认为他们的离开正常吗 没有什么正常不正常 我觉得这是政治人物的选择 比如说罗文嘉出来 然后参与这一场的选战 然后策划等等等等的 看起来他并不是真心的要在政治上面有极大的企图心 或许是有 可是至少他懂得什么叫做以退为进 林飞帆也是如此 当我胜选而不拘功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民进党欠罗文嘉跟林飞帆 而不是罗文嘉跟林飞帆恋战这个位置 坦白说对民进党来说 现在未来的党主席一定还是蔡英文 就是他一定是党政合一的 那只是说在2018年 民进党九合一大选失败了之后 蔡英文被迫要请辞 然后必须要找一个这中间的看守的党主席 如果蔡英文连任失败了 那左荣泰也必须要请辞 那蔡英文当然就跟整个党务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他们就要重新的去寻找新的党主席 而那个新的党主席 就会是民进党2024年的 最主要的这个候选人 可是呢 既然蔡英文已经竞选连任成功了 而且得票的数字是这么样子的漂亮 蔡英文势必办事回朝 就回到民进党中央 然后呢继续的接任民进党党主席 那既然蔡英文要回来接民进党党主席 大家不要忘 在去年民进党初选的过程当中 其实罗文家是彻底的得罪了蔡英文 因为他希望某种程度 在蔡英文跟赖琴德当中呢 能够扮演那个何世老 比较中立的角色 而这个看在蔡英文的英系的 这些人的政治人物来讲的话 那就是罗文家的背叛 所以他们不太能够原谅罗文家 只是说在选前他们必须要团结 那罗文家很清楚 如果他这个时候留在这个位置上面 他很容易变成剑拔 所以他当然这个时候潇洒地离开 那这个时候民进党对罗文家 谁还敢来追杀他 谁还敢来批评他 所以这不是他到底合理不合理 或者是正常不正常的问题 这是一个好的政治人物 在判断自己的应对进退之间 要做聪明智慧的选择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台北演播室 我是柯竹 虽然蔡英文这次选票拿到了817万票 但是蔡英文自己也说了 这个里面有的是不喜欢对手的 那民进党对于这次政党票 我们看到也是衰退了一成 赖教授您认为从这些数字当中 说明了什么信息呢 蔡英文的票跟民进党 不管是区域立委或者是政党票的一个差距 我觉得刚好反映出了 民进党一项主张的台湾价值 包括蔡英文在内 民进党的这些领袖 很喜欢问别人 你的台湾价值是什么 其实民进党早就有答案了 而这个答案 民进党自己也没有做到 刚好具体的情况就反映在这次得票 民进党的台湾价值是什么 就是他们过去常常讲 现在比较少人讲 情政清廉爱乡土 爱乡土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 所谓的爱台湾 蔡英文是不是最爱台湾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答案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是民进党包括蔡英文 把自己包装成爱台湾的功力 是第一名的 所以当他强调 蔡英文强调我爱台湾 言下之一就是 他的对手不爱台湾 不然我干嘛强调我爱台湾呢 那这一次的这个选战 很大一部分是 蔡英文包装自己爱台湾 暗示别人不爱台湾 这点是成功的 所以创下他的高得票 可是相较来看 情政跟清廉呢 以情政来讲 那蔡英文口口声声 曾经承诺要修改 旷业法 要保护台湾嘛 那民进党在 过半数 他也没有去修法 反而是通过了很多 比较政治性的法案 针对民生法案 环保法案 他也没通过 所以情政的部分 民进党这一届 显然是不及格的 青年的部分更不要讲了 那个飞机 什么一万条烟的部分 或者说 民进党的大佬 陈明文带着三百万 这个事情到今天为止 都没有讲清楚 钱哪里来的 所以民进党 过去的表现 在情政 青年的部分 显然让民众怀疑 可是爱乡土的部分 他包装很成功 那这也造成了 为什么蔡英文 他的票 远远高于 民进党的政党票 我觉得刚好显现出来 就是民进党 在自己的台湾价值 勤政清廉 爱乡土这部分 爱乡土包装很成功 勤政清廉 连民进党自己 现在都很少讲了 好的 感谢两位来宾 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接下来 就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贺南 好 谢谢台湾博士 下一节 我们将带您关注 俄罗斯总统普京 15号在莫斯科 向俄议会上下两院 发表国情咨文 重点阐释 内政外交热点问题 并提议 通过修改宪法 扩大议会权力 俄罗斯总理 维德维杰夫 随后宣布 他领导的政府辞职 以配合修宪 这一变动 将对于俄罗斯的政局 产生怎样的影响 时事评论员杨锡宇 将为您带来深度节目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感线 选好算 六贵符 全国连锁 信任之选 本栏目由六贵符珠宝 具名播出 本栏目由豪氏 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 做好面包 大家好 我是陈恒南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今日重磅话题 据俄罗斯媒体消息 当地时间15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 向俄议会上下两院 发表国情咨文时 提出修改宪法 拟增加议会 在政府阻隔中的权利 数小时之后 俄罗斯总理梅德维杰夫 向普京提出政府辞职请求 普京随后签署命令 批准政府辞职 并决定由梅德维杰夫 临时代行总理职责 同时责成辞职政府 在新内阁成立之前 履行自身义务 俄罗斯塔斯社报道 当地时间1月15号中午 普京在莫斯科马涅什 中央展览大厅 发表国情咨文 这是他就任总统以来 第16次发表国情咨文 在此次国情咨文中 普京不仅谈到人口增长 教育 环境污染 GTP与通货膨胀 互联网及全球安全 等多个议题 还提及修宪问题 他提议的内容包括 扩大俄国家杜马 及议会下院 和联邦委员会 及议会上院的权限 强化俄联邦国务委员会地位 和宪法在法律中的优先地位 在普京发表国情咨文后不久 俄罗斯总理梅德维杰夫 随即宣布 俄政府全体辞职 普京立即签署命令 批准政府辞职 梅德维杰夫 当晚在电视讲话中表示 普京总统在发表国情咨文时 概述了俄罗斯宪法的 一些根本性变化 这些改变 一旦获得通过 不仅将对俄罗斯联邦宪法中的 某些条款做出重大改变 还将对整个权力平衡 做出重大改变 И в этих условиях я полагаю что было бы правильно чтобы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о статьей 117-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действующем составе подало в отставку я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тоже хочу вас поблагодарить за все что было сделано на этом этапе нашей совместной работы хочу выразить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е 据悉 在西方制裁俄罗斯的背景下 俄经济近年来遭遇一些困难 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专家组金说 梅德维杰夫政府辞职和随后的内阁改组 是对民众要求政府改善民生的回应 新政府将更为高效地推动各类国家发展计划的落实 也将使政府更称职地完成总统15号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任务 梅德维杰夫在辞职后与普京在政府会议室进行交谈 普京表示他打算增设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一职 并提议由梅德维杰夫出任辞职 主管俄罗斯国防和安全 报道称梅德维杰夫已同意担任新职务 普京随后向俄国家杜马提名现任联邦税务局局长 米哈伊尔米舒斯金担任新一届政府总理 俄罗斯RT电视台介绍 米舒斯金现年53岁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政府任职多年 自2010年起他开始管理俄联邦税务局 外媒表示已四次担任总统的普京 在俄罗斯国内有很高的威望 有极强的把控能力 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政局稳定 这次总理的变动不会影响俄罗斯政局和国家大政方针 就相关话题 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东南卫视北京演播室 我们要请教在那里的时事评论员杨锡允先生 杨先生您好 我们要和您共同来探讨相关的话题 俄罗斯这一次的人事大变动 由总统普京一手主导 普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安排 这个变动会不会对于俄罗斯的政局产生影响呢 这个变动肯定会对俄罗斯的政局 而且是中远期的政局都产生影响 而且这个安排本身 也有针对俄罗斯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所做 所以说这样是两个目的 既着眼于俄罗斯政局的长远稳定 也着眼于目前俄罗斯政府面临的困难和任务 所进行的人事调整 首先就是对俄罗斯政局的长远安排 我们都知道 总统普京 以及现在辞职的总理 梅德尔耶杰弗 两个人的任期都是到2024年 那么如果我们看俄罗斯的政坛 国人大概除了这两位人物以外 再能想出第三个能够俄罗斯政坛当中的关键人物 可能找不到了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到2024年这两个关键人物都会结束任期 这就意味着一个政治过渡的一个空白期 或者叫真空期就会出现 正因为考虑到这样一个过渡的问题 因此早在四年到五年之前 那么就是说2024年到期的四五年之前 那么普京做出这样一个安排 明显的着眼于这个2024以后 俄罗斯政坛继续保持一个连续性稳定性的问题 还有一个更现实的考虑 就是目前俄罗斯面临的挑战和任务 这个挑战和任务可以集中为一点 就是什么呢 经济挑战 这个经济挑战的由内因和外因共同构成的 那么从内因讲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是个很强的经济体 但是它真正强的只靠两根支柱在支撑 一个呢就是能源 它是这个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军工 诺大一个俄罗斯经济体呢 主要是靠这个来这个支撑 而且呢也主要是靠这两块产业呢 或者是这两个支柱呢来赚取外汇 如果真的想要实现普京总统 原来讲到的到2024年 要使俄罗斯经济进入世界前五强 如果达到这个目标的话 按照现在的单一经济结构 不对称经济结构来讲呢 那么显然是做不到的 因此呢当前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就是要保障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性的更加合理 而且呢经济增长速度要提上来 那么这是个内因 还有一个外因 那就是俄罗斯面临的这个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这种严厉的经济制裁 那么在内部经济结构相对单一 外部经济制裁长期持续的这个情况下 如何应对经济 那么我们看到这次人事调整 普京总统说 梅德威杰夫呢 他擅长这个国防和安全事务 那么这次新选的总理呢 他实际上呢是个经济学博士 非常擅长的这个管理经济事务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统计 这位先生呢 这个当长期担任联邦的税务局长 他任内呢让联邦税收增加了20%左右 而真正的税负负担呢 只增加了2% 也就是说他的税收增加不是靠增加税负来完成的 因此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的工作呢 确实是够有专业也够有成效 除了这个总理由这位经济学博士担任之外呢 恐怕还有一大批更加熟悉经济事务 更加具有经济工作经验的人选呢 进入到新的内阁 所以总的讲呢 我们看到了普京总统打了这个组合拳 开始了这个结构性的调整 包括政府的调整 而且我相信呢 这个组合拳仅仅是整个调整的第一步 接下来当他的新政府成立之后 当他的一系列新政策落实下来 形成之后 当他的这个修改宪法完成之后 我们将看到呢 俄罗斯会有一个改革加速期和改革深化期 好 谢谢杨先生的分析一点评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我们要继续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陈河南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微信公众号 接下来我们就俄罗斯政坛的重大调整的相关话题 我们要继续来连线东南卫视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杨锡宇先生 杨先生您好 我们要和您继续相关话题的探讨 我们注意到 这一项人事变动和普京发表的国情咨文的时间上几乎是重叠的 而且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是特别强调要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 包括联合国 他就提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 要确立保障世界稳定的新途径 杨先生我们想请教您 对此您有怎样的观察 普京总统提出的这个要维护二战成果 有着非常现实的针对性 这个针对性主要是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是针对在自己俄罗斯的大国地位问题 我们都知道二战胜利最大的赢家是谁呢 就是美国跟苏联 那么如果说要是维护二战的成果 其实普京总统的这个号召本身不言而喻 就是要提高或者叫从政俄罗斯的大国地位 如果不能恢复到当年1945年苏联的那种 当时那种国际地位至少也要比现在的国际地位大幅提高 我们都知道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是二战胜利果实之一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 70多年过去以后 这个安理会的机制 特别是五大国的这个机制 对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越来越不管用 不仅不管用 而且五大国的矛盾本身 有的时候就成了世界战略不稳定的一个源头 比如说美俄现在的很多问题上的矛盾 无论是战略武器协议废纯的问题 中导条约的废纯问题 还是这个在其他各个领域 美俄矛盾本身不仅不能稳定 美俄关系现在已经成了不仅不能稳定世界局势 而且反倒成了世界局势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来源 因此普京总统提出来 就是说五大国不仅要恢复和完善这个机制 而且应该形成一个新的途径 我觉得这个一个建议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 总的讲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期 要不要维护二战的胜利果实 要不要恢复和进一步改进五大国的战略协调 发挥战略稳定作用 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这个不仅涉及到五个大国本身 也涉及到整个世界各国 也值得五大国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担当 来共同探讨通过五国合作 来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 而不是任五国之间的矛盾发展 来影响世界的战略稳定 好 谢谢杨先生的分析点评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海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海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在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天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海线 获取更多英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峡TV 今天的海峡新海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